南投領館處近年來積極輔導 新一鄉丹大地區的生態旅遊 期間也特別與丹大布農生態旅遊協會 號召族人以就地取材概念 拉造布農族列寮以及生態廁所 藉由這些設施 分享當地布農族文化 也教育環境永續理念 我們林務局在我們的國土綠王裡面 也有提到跟我們的部落 需要能夠有資源控管的這個概念 當我們林道的早期也是我們一個伐木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林道 也是他們以前的傳統的狩獵的區塊 也可以讓外界我們的民眾 可以了解說這條林道 不只只有我們的林業的這區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布農文化傳承跟狩獵的一個區域 在布羅拉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用布農的文化的體驗 那林道端這裡可以 就是一些生態教育的部分 那讓我們國人在從事生態裡的時候 有非常好的一個場域 那也相對的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的經濟的一個收入 整個林道端跟部落端 都能夠永續經營下去 非常值得交易時刻 是我們的不同生態教育場 成果展上也和雙龍部落 簽署生態教育場域任養合作 在固定時間進行山林尋庫 以及列寮空間環境的維護整理 並採事先預約方式 期盼有效維持林道環境永續 我們一直希望說 讓它有一個管理的作用 也要有一個窗口 一個窗口讓他們來山上 就是要限制限管人數上去 希望說 林務局這邊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 把那個林道的部分 或者是到芝麻山的那個遊客 能夠管制人員 所以要要一次上去 不得不得照顧很多人 這次的成果展因天氣因素 無法在雙龍林道舉辦 該以簡報方式呈現 近日也會加強設施環境減整 在日後場域開放之時 以獵人教室方式 搭配在地馬告香氛等特色產業 讓遊客不僅認識布農文化 也促進當地永續發展 原視新聞 混隊Fernando新意採訪報導 訂閱 www.cru.com 提醒 constancy